欢迎来到万门大学环境经济学的课堂 我是郑伟 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二种环境管理的手段 经济激励 由于我们这个课程是环境经济学 所以经济激励的手段 自然作为三种环境管理手段中我们介绍的重点 大家看一下进度条就知道 我们将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介绍这种手段 开个玩笑 不过我们会用整整一张 也就是第七张的时间 来介绍这种手段 来着重的分析一下经济激励手段 在这里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引入 闲话少说 咱们正式开始 所以经济激励 顾名思义 我不是强制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而是我规定好了各种行为的价格 或者创造了各种市场 所谓明骂标价 让你自己来选择做或者不做 去个例子 我们上节课用了控制二氧化流排放的例子 我们今天还用这个例子 假如说不强制你安装各种拖流设施了 那是命令控制干的事 我们经济激励不干 可是呢 我现在规定你排放一堆二氧化流 我就收你2000块钱 如果你觉得2000块钱你不在乎 那你随便排我不管你 但如果你觉得2000块钱太多了呢 你交不起 可能你自己就选择安装拖流硕士了 主要来说 经济激励又包括两种犯法 第一种叫做税或者费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规定好的价格 你排多少污染物呢 或者使用了多少资源呢 你就要交多少税或者交多少费 然后政府再利用这些收上来的钱 来治理相关的环境污染 或者补贴新的减排技术 比如之前说过的排放二氧化流 每吨2000块钱 再比如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煤炭税 另外一种就是利用市场 这个不是特别好理解 我们用个例子来解释 还是二氧化流 美国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我摸清楚你大概有多少二氧化流排放的大户 一般都是电厂 然后每年排放多少 然后呢 我再根据我自己的目标 和目前的科技水平 以及一系列的经济 社会等等等等的考量 来制定一个未来的二氧化流排放的目标 然后按照比例 还有其他一些考量 把未来每个电厂 能排多少二氧化流规定了 这个叫做排放的许可证 接下来呢 我创造一个二氧化流交易的市场 如果你这个电厂 今年没有用完这个指标 你就可以卖 如果你这一年二氧化流排放超标了 你就要在这个市场买指标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区域 总共有4家电厂 ABCD 这整个的区域呢 总排放量是10万吨 这个A是1万吨 B是2万吨 C3万吨 D4万吨 假如说现在我定的目标是 我让这个区域总共的排放量达到1万吨 就是减少90% 那么我把这1万吨分下去 分别分给4个电厂 0.1万吨 0.2万吨 0.3万吨 和0.4万吨 这个中间的小填屏 代表一个市场 那如果假如A 只排了0.05万吨 那A就能向市场 卖出这个0.05万吨的 二氧化流排放的许可 B估计要排0.25万吨 它就要向这个市场 购买0.05万吨的排放量 不管这一吨是2000块钱 还是1000块钱 还是1万块钱 它都必须买 经济激励的手段呢 有很多好处 第一它灵活呀 按照命令控制手段 我要求你装拖流硕士 那ABCD这四个厂子 你必须都给我装 毫无商量 可是如果我用了税费的办法呢 或者用这个市场的办法 那装不装就随你变了 如果你A厂子觉得这个罚款少 或者觉得这个二氧化流的价钱便宜 那你完全可以不装 但是灵活又有什么好处呢 进学上叫做资源的自由化配置 也就是说各个厂子 按照自己的情况 选择对于他们自己最有利的方法 那么从整个社会来看呢 我的控制排放的目标也达到了 你的成本也能减小 第二个好处 它便于监督啊 和整个市场都有有关部门 执法监督检查等等不同 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市场的 首先呢 我的利益和其他人的表现相关 其次呢 所谓不换寡而换不均 人类的劣根性啊 让我自然而然的 对我的竞争者们 有了监督的动力 这样的话呢 如果哪家企业 偷奸耍华 这个偷牌或者多牌 那不光执法者那关它得过 同行小伙伴这关 它同样得过 效果怎么样呢 请大家看这幅图 这个是美国的二氧化流的排放量 单位是百万吨 最上面这个蓝线呢 是美国如果不实施 这个二氧化流交易的市场 这个模拟的排放量 下面这条蓝线啊 是美国的实际的排放量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 还是很显著的 我们在美地学这块的时候呢 那老师可是很自豪地 吹嘘这套系统的效果 但是经济激励手段 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有 首先啊 自由度高 对应的问题就是强制性低 你如果觉得 2000块钱一吨的罚款 能阻止企业排放了 可能它并没有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呢 即使交了2000块钱罚款 我仍然不想装拖流设施 那你这个钱虽然收上来了 但是你环境保护的这个效果 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第二个问题啊 税费也好 市场也罢 这些手段 对于有些污染物可能并不合适 上面我们用二氧化硫 作为例子啊 是因为所有的电厂 基本都排放二氧化硫 所以你这个市场的玩家很多 才能建起来 那对于某些水的污染物呢 或者有机污染物来说 总共就那么几个厂家在排 你建个市场还不够折腾呢 可能一年下来 他们也交易不了多少 不如直接下个行政命令来的省事 这里的省事呢 同时也指我这个成本比较低 第三个呢 经济激励的手段 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要求比较大 虽然说其他手段 也要求政策制定者 做出相应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只要研究 这个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来确定这个自由的排放量即可 但是经济激励的手段呢 除了要确定自由的排放量 还要设置某种交易的方式啊 保险啊等等等等 第四呢 针对税费或者市场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他们有各自的问题和劣势 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在下章详细介绍 那有人说了 经济激励的手段有这么多问题 我们为啥不都直接命令控制呢 多省事啊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 这就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都差不多 计划经济听起来高端大气上当次 低调受花的问题 但是在实践中呢 它是掰家阵来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纯市场就是最好的 正因为它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我们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 所以我们才是有行政命令的经济激励手段了 而且来说针对不同的污染物 即使从纯粹的经济效率来说 命令控制呢 也有可能优于经济激励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来论证 我是郑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